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净两万六千元的薪水 最后只给六千元 请问有人在吗 时机来到遭指控的这家连锁收拾店 大门紧闭 张天公告 加强清洁 所以工修一天 但原本门口却还写着全年无修 他们就是常常修一下 或是比较晚开店都有可能 可是声音很好耶 但是他一看就一堆人 修订状态 附近邻居似乎见怪不怪 遭控扣心 蔬食店在脸书发出声明 强调员工相关事宜都合法处理 所有待遇优于劳基法 目前受害人组自就会 打算集体投诉讨回权益 三地区文旅绍博阿婷台北报导 桶装油放在脏屋的地板上 放影望去 厨房制作烹调食物的现场 也是油腻不堪 引发劳资纠纷的素食汉堡店 现在又被爆料 汉堡店的卫生条件有疑虑 有一些原物料食材的部分 有没有离地的这个缺失 卫生局19号机查 虽然油品没有问题 但是环境卫生需要限期改善 引发劳资争议的汉堡店 不但卫生局来机查 现在也被指控 业者租房子不还押金 网友跳出来控诉 业者会以各种理由不退押金 连电费都会没理由的涨价 也有人说 曾经跟业者租过乐群路的房子 也是耍无赖不退押金 建议汉堡店的业者年纪轻轻 其实在男子也有房产出租 当包租工 甚至为了汉堡店打广告 向三角窗的挖柜业者租挂招牌 没想到招牌挂上去 却不肯给租金 只是先是不当扣款的薪资争议 又接连被踢爆 租房不退押金 打电话求证业者无法取得回应 您的电话将拯接到语音信箱 硕石汉堡店争议连环报 业者尚未说明 只是被控诉租房子不退押金的行径 再次引发网路热议 三十五黄大卫黄佳平高串报导